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洪雨 我身后就是巴拉岭长城 韩家快到了 春节快到了 大家又该到北京来比喻吧 巴拉岭长城修了三年 在建造巴拉岭长城高铁站 因为修建这个高铁站 滚天沟停车场进行很大的改造 原先的很多商铺、餐厅全部都拆掉了 搬走了 那现在如果您再来北京巴拉岭长城旅游 到哪能吃饭呢 下面我带大家来看一看 巴拉岭长城景区能吃饭的地方 这就是原来的滚天沟停车场 看一下 现在基本上没有车了 车很少了 对面是一个隧道 对面是通车的隧道 车可以从这个隧道那边开进来 开到这个停车场里面来 那边是巴拉岭的滚车站 坐汽车过来的朋友 可能就要走这条道 你要走步行道的话 走步行道有可能会从这条过来 然后看一下 这原先这边的一些餐厅 原先这里都是餐厅 你看 现在已经全部关了 这条步道现在搞的还挺有意思 搞了很多这种雕塑小品 原先这条道就是来往行人 来往商队必经之道 进出北京的必经之道 原先这条道边上就像这样 有很多商人 买货的 这些雕塑就反映了当时的 繁荣的景象 这排房子的餐饮 都搬走了 都要搬到这边 1月2号就明天就要搬到这了 搬到后排 现在巴拉岭这边的餐饮 全部改成这个连锁企业了 原先那些个体都搬走了 以后这排房子就是 卖些工艺品什么的 近一点看一看 过了安检以后 注意啊这个过安检啊 它不是检票 它只上你过安检 过安检以后是 在那个登城口那检票的 这过来以后这里有一个 右手边就有一个这个美食广场 这美食广场看看这个 上面有它的广告牌 看看有哪些餐厅 它这个是 巴拉岭长城景区 重新招商的 原先啊 在滚天沟停车场有一些 餐厅 所有的餐厅全部都给撤掉了 看看价钱怎么样 看一下 这个景区环境感觉整体提升 现在这里 餐厅还挺多的 这边有卖炸鸡的 牛肉面 这边有卖牛肉面的 还有 真功夫 有卖炒菜的 这两边是卖炒菜的 有餐菜 重庆小面 还有卖饺子的 长城 长城 长城厌 卖饺子的 然后还有真功夫 真功夫呢是有 有套餐 主要就是几个 它常规的几个菜 这里面我刚才看了一下 大概 最便宜吧 也得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不管是水饺 面条 还是 就是盖饭一样的 就是最少是二十七八块钱 套餐呢得要将近五十块钱 这里面吃饭不是很便宜 可能进来问了一下我才知道 这个美食广场是今天元丹刚开业 所以还有好多 还有几家没有开的 没有几家开门了 一看这里面的地好像还有点灰 今天刚开的 一会给大家发个价格 看一看 这个景区的发呀 这跟火车站的这个价钱差不多 这里一份套餐大概是四十七四十八 不超过五十 基本上就等于五十块钱吧 然后我点了一个 单点的这个就是二十七块钱 那边的这个菜 这边都是这样 就是二十多块钱 三十块钱能吃一顿饭吧 就三十块钱能吃一顿饭吧 谢谢 好 谢谢